JCConf 2018 精彩议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险核心系统领导厂商 OF 号召各路顶尖人才 攜手放眼亚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离 赞助为您播出 大家好 今天一整天辛苦了 其实这个题目叫 给教堂工程师的 区块链技术科普入门 实际上它跟Drama并没有 非常完整的关系 那等一下我讲 你就大概知道 那我们想要说的是 这个四个大的主题 第一个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 在2018这个时候 要去学习区块链技术 就是大家都工程师 我看台下几乎都是工程师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区块链技术呢 那谁又该去学呢 是工程师该去学吗 还是你的老板该去学呢 那怎么学会比较快 又有效 那学习以后又要做什么 那它其实是一个 会 或 号 跟 话 的问题 那我是史旺基 我本名叫萧宇辰 那自从去年 接触了加密货币之后 我就开始教大家怎么买币 那后来 也就开始进到说 身为工程师 有什么样对这区块链的产业 有一些贡献 我们就开始研究区块链技术 那目前就在制测会 做一些区块链的提案之类的 那其实这中间很多都 好像不是工程师该去做的事情 那我跟这个另外一位讲者 也是因为外拍认识的 那 大家好我是李婷婷 那我也是大概去年暑假的时候 因为学校的研究专题 开始接触区块链 然后就觉得很有趣 对它现在才大学二年级 就是有这么多厉害的一个 这么多厉害的称号 那跟我比起来 它比较像是区块链工程师 那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为什么我们要学区块链技术呢 像我们现在 因为大家很少听过台上 同时有两个讲者的talk嘛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是他 他现在是一个学生 跟他现在有进业界工作 算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那跟他比起来 我就算是社会人士 因为大概十岁左右 那我先讲好了 就是区块链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闻 这边马云 他说他们公司 那个蚂蚁金服 原本他在他的那个 配取商中写说他是工程师 就是一个马农 然后大家就觉得 还好嘛 那后来他把它换成 叫区块链工程师之后 馬上就很多人 就是说那个求爱信 应该是行书的意思吧 大陆的用语这样 所以说现在区块链 是一个很康的技术 那其实这个人 他才25岁左右 那他拥有了很多 蚂蚁金服的区块链专利 我现在看到很多 学区块链技术的人 也很多都是学生 那他们也是非常厉害 那尤其 像从去年2017 非常非常多人去关注区块链技术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 他们发现说 我们现在可以用区块链 在上面发token 就可以从全世界 募到很多钱 他们可能不走原本管道去做募资 他们说我们现在就是 发行token 大家都可以用比特币 或以太币 去买那个token 然后去进行募资 那现在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区块链startup 那么认为说 这个区块链现在就是在风口嘛 从去年年初大概是人工智慧 那到后来年底 是一个区块链技术的风潮 那这个 这个区块链电影计划是说 等一下还要再细题 但它基本上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 发行token 那用token可以去兑换电影票 然后这个电影票是 就由徐家凯导演拍摄的 对 所以现在区块链还可以募资来拍电影 然后之后可能 可能明年或后年 大家就可以拿这个token 去像华纳威修或各种的戏院 只要给他看说你有这个token 就可以入场看电影 是这样没错吗 嗯 我刚刚忘了问 就你看到这个新闻 说区块链工程师 就他原本写工程师 他改个名字叫区块链工程师 就得到这么多女性的好感 你自己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应该只是一时的热潮 对 对 大家听完这场token 之后 你就可以看一下区块链 就把自己标注成区块链工程师 这个名字在linkin上 加了之后 就很多hate hunter 会发那个直学给你 那现在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是 这边有标年代吗 这个1960年 那时候大家都在卖那个机器 就IBM 卖很多那个大型的Frenwork 到了后来是软体的时代 就是Microsoft 那到后来 就是一个网路的时代 这边我想要特别区分一下 这边是网路 网路那时候叫做讯息网路 就是你透过网路是传递讯息用的 就像我们现在YouTube上看影片 那就是讯息啊 那下载MP3那也是讯息啊 但是到了这个年代 有了区块链技术之后 这个网路不再是单纯只有讯息而已 它是可以放价值上去的 我今天一个东西 我可以把它变成区块链上的一个资产 然后让它做交换 那就不单纯只是讯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数位的时代里面 如果你有个东西放在那边 像是我给你100块钱 如果当场拿现金给你的话 100块在现实生活中 永远都只是那100块 它不会被伪造 可是在网路时代的话 如果你建一个骇客 骇进去制造库 把那100块改成500块 那个值就变了 那区块链最根本就是想要去 防止这上面数位的资讯被更改 那我不知道在场 大家之前听过区块链的 看有没有举下手 那大家听过比特币的 有没有举下手 就比较多 这个验证了 其实我上礼拜六 去找一个模特外拍 他大概才大学 我跟他说 你知道区块链是什么吗 他就不知道 那什么东西啊 什么区块链 是一个很奇特要拍照的主题吗 是要拿很多链子 链在脖子上还是什么吗 没有 那我问他说 那你知道比特币啊 他说哦 知道了 就之前被吵很凶那个嘛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区块链就是比特币 被提出来之后 它背后的技术架构 然后它有特性就是 它是由演算法所决定 你可以发行多少比特币的 它的上限是2100万个 而且到现在这个运行的9年左右 它已经很多被遗失了 那所以说像台湾 就已经超过2100万人嘛 那以后过50年后 每个人是不是真的 可以拿到一个比特币 可能就不一定 那我们这边引述一下 那个蔡文森 其实是美图秀秀的董事长 你有用过美图秀秀吗 有啊有啊 美图秀秀是模特界的旧型 他只要拍了照 进了美图秀秀 他就可以骗到很多宅男的钱 这就不用再讲 那这蔡文森讲 大家都知道说 他是一个走在时代先去的人 他说这句话我觉得很好 他说他的底层是数学逻辑 忠诚是哲学思想 最高层是神学的信仰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台上 会跟大家讲区块链 代表我们都是一个信仰者 我们希望来在场听的人 回去之后 也会变成一个信仰者 说我相信区块链 就是未来世界的这个救星 或什么什么的 那他就是数学底层技术嘛 其实应该讲他就是很多的 像加密算法 分布式网路架构 以及真实世界 有些落地跟结合有些应用 那我们细讲 他有什么特点 最主要有这些特点 就是你放上去的资料 不会被改 然后他是分散式储存的 然后匿名性价值传递 跟这些特点 那达成这些特点 他底层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技术 来让他达成这些特点 我们先看这张图好了 现在大家用的各种 Opication 不管是Facebook 或是很多大型的网站 像前几天那个YouTube 不是挂掉吗 修那个500 他就算他底层有再多的伺服器 或container 或是VM等等的 他实际上还是同一个entity 还是一个集中式的应用程式 但是到现在 区块链的技术的时候 他比较像是一个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就是一个去中型化的 想像说你那个应用程式 他不是某一个特点entity 所跑的应用程式 而是他是在一个 peer-to-peer的内容去跑的 举个例子来讲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 他有一个长城 可以挡很多 像挡Facebook 挡Line 你如果要用 你要那个越狱或什么的 但是现在有问题就是 中国大陆他的长城 永远都挡不了 比特币的network 或是以太坊的network 所以很多人发新闻 发一些 可能会被和谐掉的 新闻都发在以太坊上面 那这边我们很快讲一下他的 应用过程 也就是我要做交易 他的交易会发给全部的节点 那节点会把这些交易 一段时间的交易收集起来 然后做了很大量的验证打包之后 把这一个打包的区块 放到整个链的后面 那这张图想要表达的 其实是这个区块的结构 大家看左边这边 对 这区块的结构在这边 他有一个区块 那区块他里面就放很多交易 就是第0的交易 第1个 然后这边有个结构 他说这个0跟1 他把它做了hash 就是一个杂臭 然后最上面就是一个杂臭的root 然后这边可以 再连到前一个杂臭 它是连结起来的 代表说 他就一直串联 如果你其中一个交易的值 被改了之后 上面的杂臭 就会不一样 你就可以找得出来 它就不一样 被改过了 那这就是一个 一个区块技术架构的overview 就像刚刚Swanky讲的 他这底层其实是 数据还有网路层 那一般我们做应用的话 都会碰到的是合约层 就是智能合约的部分 那应用层的话 就是把智能合约 当作一部分的后段 然后把它放上网页 那这个 特别代表说 他其实比特币 他其实是在2008年 被一个叫中本聪 不知道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组织 还是什么外星人之类的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所发表的论文中提出来的 可是其实在比特币的技术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技术的组合 它就结合了像是 这边有那个 像是LinkedTest 然后有些 原本有在做数位现金的人 然后要做Purple Work 就是说 大家知道在一个系统面 如果有人是攻击者的话 你这个系统通常就很难运行 他这边就说 他有一个传统的拜占庭 就是一个拜占庭将军 如果你今天要通行 然后如果中间有很多分战式的节点 大家要去攻击你的系统 传一些数物讯息的话 你怎么样还可以达成共识 那他这边是把它结合起来 提出了一个 用经济学说 你就要去做很多的Mining的动作 让他说你要达成共识 你就要花这么多心理 那其实比特币 他后面的学术理论就是这么多 然后到了2005年 到2010年左右 他被发展出来 是那个比特币的技术 然后到后来 那个比他利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駭客 他就把它发展成 一个可以程式化的区块链 叫以太坊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 Ballchain的小Demo 我们请婷婷 再跟大家Demo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三块绿色的Block 那这些Block集合起来 就变成Blockchain 比如说如果我在这里 改一个Data的话 那后面所有的Block 都会变成Invalid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Block 它是由 第一个这边有一个Nons Nons 就是说 在Proof of Work中 我们只要 我们只要凑出 我们只要Infut这个Nons 加上这个Data 然后得到出Hash 结果是前面有四个0的 像现在这边有按Mine Mine就是挖矿 有点慢 挖矿就是做一个很大量的运算 它要找到一个随机数 使得那个内容 跟那个随机出来的H值 前四码是几个0 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边可以看到前四码是0 就代表挖矿成功了 那依据0的多管 我会决定挖矿的困难度 例如说一个0 就很容易就挖到 很快就挖到 但是随着0越来越多 要猜出这个Nons 多少Nons 才会让Hash前四码的0 就越来越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防范 刚刚的霸占庭容错的部分 那在第二个Block呢 它就要 可以看到这个 自input之前Block的Hash 就像这边 第一个Block的Hash 会放在第二个Block里面 那第二个Block 它一样可以有一些随机的Data 那一样在挖矿的时候 我们会跟第一个一样 我们会找出四个0的Hash 那这代表说前两个Block 已经确认说 不会被更改了 那如果这里的资料改用的话 那全部的区块内 就会变得不合法 对这就是一个简单的Blockchain的Demo 就代表说 你现在区块内 可以把一堆Transition加进去之后 这个区块 你往后那个越长 你要更改的 你要耗的能量就越多 那第二层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大家企业 应用这么多 大家用的服务 几乎都是中心化的服务 那为什么我们要改成 用区块链呢 像之前Facebook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你那个资料 为什么可以让他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那这个资料 像我们大家都用Gmail 或什么话 那Google就可以拿来资料 做很多的事情 那是比较哲学啊 就像欧盟有那个GDPR 就防止你个人隐私 放到一个私有的机构里面 那到第三个这个神学就是 其实区块内想要达到的目的是 像什么自由主义啊 人人平等等等的 那其实像大家台湾 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其实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人 没有办法去用银行 那没有办法用银行的这些人 那他们想要做金融服务 他们想要借贷 该怎么办呢 那他其实 日后如果区块链有提供这样服务 他因为他是匿名的 等等一些特性 其实就可以让他达成 人人平等这样子的目的 那 那接下来我想讲说 为什么要学区块链技术 那会先 如果对区块链有 稍微的介绍 有一些接触的话 应该会常听到币圈跟链圈这两个词 那我现在就要讲说 为什么要分成 这两个圈子 还有这两个圈子 有什么样的差异 首先币圈就是 顾名思义就是跟币有关系 例如说比特币啊以太币 他们通常注重于加密货币 还有一些加密货币的走势 但是这些有可能会 有些投机者 就会利用刚刚说 Zwanky提到的那个ICO 来 因为ICO降低了 新创全物资的门槛 所以变得很多 很多公司只要有一个网页 然后只要有白皮书 就可以来 让大家投入好几百万的钱 所以就会有炒币的情况出现 就是说有一群投机者 他们专门关注一些加密货币 有没有涨 然后并且用一些神奇的方式 让它涨或是炒新闻 但其实对整个项目 会没有实际的关联 例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游戏 就是FOMO 3D 就专门来讽刺这个事情 FOMO 3D 它是在区块链上的一个游戏 它主要是 背后也是用智能合约写存的 然后它主要是要讽刺说 只要任何人 投资了 越早投资 就赚得越多 就说 假设我是前十个投资人 那只要我后面有 十个或二十个投资人加入的话 我就可以一直拿到bonus 所以越早加入赚的钱越多 但这些委员是一个智能合约的好处 但智能合约明明就是一个 想要骗后面人的钱的合约 可是大家还是因为人性的关系 去投入这样子 对 然后也出现越来越多奇怪的 奇怪的项目 例如说 有下面那个叫任何摩币 就是招人来讽刺 就是太多新创圈 利用这个ICL来募资的 现象 对 这个ICL其实在去年的中国 非常的 泛滥 所以后来中国把它 全部都禁止了 那链区的话 就是区块链应用 就是说 跟比特币不一样的 有 Vitale发明了以太方 那以太方 它是 就是 可以写程式的区块链 因为以前比特币它虽然 有一些 比特币的script 但是那些script 它不是 Turing complete 就是说 它不是什么 都可以做的程式语言 所以Vitale就发展了 Solidity这个程式语言 并且叫它智能合约 让大家都可以开发自己的应用 大家看这个合约其实 其实学教的人就很好懂 这个contract 它其实就是class的意思 那这边就是 那个栏位 那这边就是messor 它其实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是 一个list method 还有一些variable 那这些全部的数据 在区块链上 都是可以被大家看到的 就是实现了透明性 而且没有人可以更改 就是说 这个智能合约 你一旦部署上网路之后 就不能再改它了 所以 如果会 因为有 例如说 漏洞 就会永远的存在区块链上 对 那区块链 那以太坊其实就 曾经因为智能合约的漏洞 被攻击 然后被盗取了非常非常多的以太币 那所以在这个区块链世界里面 资讯安全就会非常的重要 那我真的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在 微软实习的时候的经验 就是我之前微软实习是 担任 data and AI 部门的顾问 然后 但是我之后觉得 我还是对区块链比较兴趣 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比较表 就是从开始时间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工智能已经发展了有70多年的历史 但是区块链 相较之下 以太坊 就是可以写程式的区块链 它是2015年才发表的 所以 距离现在只有三年的时间 就是说 任何新鲜人想要现在加入的话 都不会 跟一定经历的人有太多的gap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适合新鲜人开发的一个路 而且 人工智能的话 它虽然有优点是 学习资料比较完整 就是youtube 还有一些专栏都很 很容易可以找到 人工智能的资料 但是它相对来说 竞争者也很多 例如说 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同学 几乎问每一个人 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样的领域 他们都会说 我在研究AI Machine Learning 因为我们学校也有 就是专业课 必修课 专门是学人工智能的 所以我觉得竞争者 会比较多一些 那区块链相对来说 虽然 我觉得门槛低一些 但是 学习资料很难找 尤其是去年 去年暑假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几乎没有中文的资料 这边其实我想做的补充 就是其实 我从去年开始 碰一些人工智慧 像现在深度学习很流行 但是现在深度学习 它就是用Tensor for Hercules 那等等的去做 为它很多资料去做chaining 但是我觉得那一条路 跟想要做区块链的人路 其实差异有点大 区块链想要做一个 分散式的架构 那人工智能比较像是 他chaining a model 有这样子的感觉 对 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会 我会特别喜欢区块链是因为 我觉得它是研究人与人之间 互动的关系 但是人工智能是研究 比较static 的数据 所以我觉得 人与人互动的话 就跟心理学有点关系 例如说像经济学 你要怎么样设计 才能让双方都觉得 都是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下互动 但是又不会导致整个网路被 malicious的人破坏 那这边我们就说 到底谁该去学区块链技术 像大家其实都在场了 那这边 这是他写的 这一张图片不是我做的 这他们有一个 一个正妹 然后想要做一个叫区块天使的计划 他们想要培训一些女性 对 这是专门开给 只有女生才能参加区块链入门课 那这边 左边的很漂亮的女生 她是Rae C-chan 她是现在 可以算是 台湾有一几个区块链主题酒吧的女主人 叫Bithub 那她已经办过一场Block Angel Class 就是只有女生才能参加的 那她 发起这个原因是因为她觉得 区块链技术学习者 大部分都是男性 所以她想要培养一群女生 再想大家 我看九层以上都是男性 跟我看到这个 想说有不要这样子吗 这样对吗 好 我们继续下去 那我觉得 如果现在想要做区块链的话 其实像主管或PM 应该要去学一下区块链技术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 虽然它很新 但是它的发展的模式 跟以前传统中心化的应用程式 就绝对不一样 像她讲到可能会有一些 经济学的问题 或什么的 而且像是 我们现在想区块链计划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说 我们自己做这个区块链技术 如果它是发这样子 又是去中心化 那我身为一个公司 身为一群组织 我到底怎么样 从这边可以获利呢 现在好像就只有发臂意图 可是我觉得 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应用 会绑在这个上面 像是以前大家就 的价值 可能是放在现实生活中的 但是如果当很多的价值 可以放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话 区块链就会变得非常有发展性 不知道你们大家看过 像什么一级玩家 或者是刀剑神域 他们其实都是说 如果以后大家可以进去一个VR世界 那里面东西全部都是数位的 那这样子的话 里面的应用程式可能就是 用区块链去做 那个微信 或是不可创材性的一些应用 那如果以研究生来讲的话呢 就是研究生的话 区块链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因为它现在只发展了三年 那真正它受大家关注 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所以很多对研究生来说 很多conference 现在才开始增稿 而且越来越多 但是我觉得 投入在研究方面的人才 还是很少 所以很多conference 他们都一再延期 那工程师 其实上一写说 随时有心继续发表 其实这对工程师来讲 不一定完全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 但可以说 它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领域 大家都想要去做这一块 所以有兴趣的工程师 可以大量的阅读相关的技术 那这边 以学生来讲 有什么方向? 这些是一些资源 就是 上面那个是说 以学生来说 如果要做研究的话 有哪些conference 可以参考 然后上面这个是说 其实以太坊有全球性的 黑客松系列 就黑客松系列 那 它 去年是第一场办在 加拿大Waterloo 然后今年是办在 呃 办在 旧金山 然后之后好像有一场 办在新加坡的 那这些 以太坊的黑客松的话 都会是全球各地的人都会飞过来 特别参加这场黑客松 所以是个满大的盛会 像是今年 在旧金山的话 就有一千个 黑客在这边比赛 对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 你这次在黑客松 做了什么样的技术 呃 这个是 呃 比特币跟 以太币的 atomic swap 就是 就是 他们之间 要交换比特币跟以太币 不需要任何中间媒体 然后 也不需要 呃 比特币的 区块链跟以太币的区块链之间 也不需要 沟通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叫做 chain abstraction layer的东西 就是 就是一个 abstraction layer 然后你可以直接 跟那个 那一层layer互动 然后那一层layer会负责管理 就是跟 每个链 不同链之间的 界面 对 对 相信大家觉得 不是很好懂吗 所以要去学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 用我的角度 我是工程师 我在看区块链的时候 其实 狭义的区块链 大家说 比特币 或以太坊 他们叫做 无需许可的 公有共享系统 我们大家都把它叫做 公有链 就 区块链它可以分 公有链 那像中间说 有许可的 就等于是它要登录的意思 它就可以叫做 聯盟链 那像说 这有许可的私有 它就可以叫做私有链 它依照形态可以分 公有链 聯盟链 跟私有链 那它其实都是 分布式的帐本技术 就代表说 存在面对资料 就不会被改 那它 跟我们以前 传统用的资料库 就有很大的区别 那这张主要更想说 大家都用过 MySQL 这是关键式资料库 然后到后来 那个Bidata时代 就有NoSQL 然后Hadoop等等的 那它其实还算是一个 它虽然是分散式 但是它还是在 某个entity之下 但是到现在 这个分布式帐本技术 有点像是 它除了分散式之外 它每个节点的加入 跟离开 其实你都完全不能够掌控 像是大家都知道 比特币可以挖矿 以太币也可以挖矿 你今天矿机开跟关 它其实随时都会变 那它怎么样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很大的网络 像以太坊目前 其实有大概一万七千个节点 那随着币价的涨幅 这些节点数可能会 也有时候跌了 那矿机就说 我让它休息一阵子 可能付电价都来不及 那它可能节点数会调整 那它怎么样在这个分布式 就这么多分布的节点 而且你也不能够掌控它行为的时候 还是可以维持共用的一个帐本 这其实就是一个 还蛮难的问题 那现在就 我们现在剩十分钟 我们现在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区块链可以做到什么地步了嘛 那怎么学比较快又有效呢 那这就是一个 就overview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 一个一个慢慢说 那第一个资源就是网课 像是 如果大家有听过提拔米的话 那是有点像MOOC的网课 就是线上学习资源 然后也有youtube 也有很多youtuber 他们现在在拍 就是一系列的 歌给初学者的学习资源 youtube上 就是很知名的网课平台也有 然后或者是 台北以太方也有 在medium上有社群 那这些都是中文教材 就是 跟以前不一样就是 我们 就台北以太方这个社群 我们会去定期的发出一些中文的教学 对 对初学者来说是很好的入门点 那大学的话也有资源 像是 政大有成功教授 然后 他们已经有就是 公开的区块链课程 那还有北科大是有之前 诶 可能半年前交了一个北科大的课 那是跟葛如君教授一起带的 这是只开放给学生 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参加的课程 那线上资源的话就是一些免费的 例如说 可以 从脸书上 Reddit 还有Twitter上 观察到现在的动向 例如说 如果追踪Reddit的 以太方的那个thread 或者是Blockchain 或是Bitcoin的thread 就可以看到 他就会推送来手机说 现在trending的topic是什么 然后就可以跟上进度 那第二个就是可以订阅电子报 例如说 像下面中间有一个叫Consensus的公司 我非常喜欢 它是一个 一家公司 它 资助了很多不同的project 那这些project都是专门开发给开发者用的工具 然后还有Loon Network 就是Loon Network有做一些像是Crypto Zombies 这种 大家就是新手可以很快入门区块链的东西 还有做区块链游戏 那我觉得Loon Network也是现在开发的社群里面比较活跃的一个 就是它 我观察了它大概 这半年都有定期在有进度 都不像很多 很多项目他们是一直 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在token sell 那Loon Network它就是说 我们真的有在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Consensus跟Loon Network的电子报 是可以订阅的 然后第三个是 像Open Zippling 就是开源的GitHub的 的Repository 那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想要开发智能合约的话 这边都全部都有就是公开的Stores 都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那这些有 对 这些有像是 让智能合约更安全的一些Standard在里面 大家可以参考 那这边其实就是刚刚讲的那个Crypto Zombies 它其实是一个网站 那里面就有一些 那个学习的叫 那个Tutorial 所以你就可以照的答 然后其实你这些课程都上完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奖励 就是可以给你一个Loon的Token 它那个Loon的Token 其实是可以卖的 可是只有一块而已 那后来他们有在Kistarter上 要做一个Crypto Zombies 那个 就是一个僵尸 有点像炉石战机那种游戏 那他们 就目前正在开发那个游戏 它其实像有Alpha版 可以试玩 其实大家都知道像以太坊 它其实每秒钟 曾经最高 也只能够处理15个Transition 所以目前大家都想要区块链 它就是一个很慢很慢的 共享式账本的系统 但是这家公司 它就想要用一个叫做Layer 2 的一个技术 说其实你们大家不用什么东西 都在以太坊上面做 他们开发一个 有人叫Prasma 的那个技术 就是一个Layer 2的技术 所以其实你每个游戏 每个动作 都可以在那个 网圈里面做 然后它做到一个程度之后 再把它串到组电上 那这是其实目前很大需求的研究 就是在这个区块链的扩容方面 那还有很多书 那像是这个Bitcoin Ethereum 其实它都是公开的 大家就直接去线上看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Manning的书 然后台湾有这个区块链之书 它其实讲得也很好 都是公开的 那有些像很多简体的书 然后这边是比较是产业相关的 像是这一本区块链革命 我就觉得它里面写得很好 因为现在其实区块链技术 大家还是真的不太知道说 到底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现在它只要发Token 可是在未来 可能对社会上有什么变化 就还不知道 可是它里面已经把它勾入出来了 可能里面 讲的很多东西 在十年内都会成真 那学了之后该做什么 那其实 我们刚刚讲很多都是理事学人 像是理事学人就可以学Sociality 就是开发工具 那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区块链技术 像这个是Stella IBM用Stella 做了很多供应链的技术 那Alta 台北市政府 它想要发行台北市的市民证 就是跟台湾的B-Labs合作 他们可能底层是用Alta 那EOS也是一个区块链技术 它号称可以交易量 可以比台方高很多 那目前也可以在上面开发很多D-App 那Hyperage 这下面其实都是比较联盟链 企业内部是在使用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ociality 它有发一个Technology Radar 它其实是那个Mating4 那家公司 他们其实每年都会定期说 欸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样的技术 像很多区块链的技术 他们都有在去试用了 代表说其实这对企业来说都是一个 很需要被关注的领域 那我这边介绍的网站 这叫CoinMarketCap 其实很多人要查那个币的价格 都是从这边去看的 但是其实大家点进去看之后 其实这边前很多名的区块链技术 都可以从这网站上看到它的像是GitHub 或者说它的一些Social 或是它的官方的White Paper等等 都可以从这个网站上去看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研究区块链技术的话 都可以从这边找到 而且其实很多比较大的区块链技术 都有Java的Client可以用 对 好像是这个场次唯一提到Java的一个地方 那这其实像是一个以太坊的一个Transition 代表说 其实现在它的沟通的模式 就是它进去 然后到一个Node 然后它会把这个Transition Broadcast出去之后 然后给MindingNode 把它包成一个区块 然后再把它Broadcast回来 然后再回到前端的页面去做呈现 那这个其实跟以前我们Client Server的架构就差非常多了 那这边说的这个Client技术叫Web3.js 那我们现在这个场次是Java的场次嘛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Web3J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 它可以在大家在Android上面 或Java可以选择做这个以太坊的Client这样的技术 那其实像Hyperage它其实是一个企业联盟链 目前比较多在投入的一个计划 那它其实也是有Java的SDK 我现在讲这个Dapp它其实比较像是 一个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式 目前很多都是用在游戏或是交易所上面 像是 我目前有在玩是这个以太坊 可是目前好像玩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它其实上面还是有点那种资金盘的感觉 就是你越前面进去玩的 拿到的回馈就越多 然后这个游戏是这个以太猫 就是你可以养一只公猫 一只母猫 然后你猫可以做贩卖 然后它们可以交配 然后有很多那个 其实我觉得以游戏来讲 根本就不是很好玩 但是这个以太正是我 目前觉得还不错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想要做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你在上面都有一个人物 那人物可以去穿装备 他有些属性 可以去攻击别人或什么的 我看到他们现在有个项目 就是他们想要做 你可以养一群人 然后在上面做个比赛 都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比赛 然后比赛赢了 你就可以拿到以太币 或是等等的 那它就算是个游戏 那先讲一下这个Self Peek 那区块电影计划 就是刚刚有提到 或许家凯导演拍摄的电影 那我们是就是 我们会发行Self Token 就是它可以等价兑换 台湾的电影票 然后我们也会有 就是真实世界的酒吧 叫做Self 私事 下面都有连结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就是说在酒吧里面 因为你也可以用虚拟货币 去买就是酒吧消费 然后之后我们也有想要 就是跟民宿啊商场 还有咖啡厅合作 就像区块电 就是虚拟货币交易 就是越来越普遍 对 那这就是最后一张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在这边结束 刚好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謝謝